今天我们去找空心树和鲨鱼石 这个是很近市区的 可以来找空心树和鲨鱼石 我们由彩虹地铁站开始 走上山上高 经过这些石坚和小路 去到南山 也经过鲜石山坟墙 从那里走15分钟 我们就可以来到空心树 看到这个空心树 这个空心树就是 只有一棵空心树 我想是被一些蟲 是长年累月 铸了个孔 因为很近市区 如果由彩虹站走到这里 一个小时就可以来到 我们经过山架 再向空心树的上高 走很短很快 就可以去到第二个景点了 这个空心树 很明显住了整个大的孔 大棵树又好像继续生长到 好了 我们由空心树那里向上走 很短的路程 我们就来到这个我们想找的鲨鱼石了 大家觉得它似不似呢 那会给你看 做这个空心树 最松的地方 在鲨鱼石上面 走很高 还是佛的地方 你也不及险 我一枝 你没想到 在你之前 十字路如何的选择最好 谁愿意独生下你孤单一人上路 念旧人能平正生活多好 无奈看你与我各自有归途 途中差距怎收报 其实我愿陪着你却又留下你 我用残酷最奇特方式对你 痛在无念你竟被你禁定 两个世界都此一有甘地 我再逃避你也再维护你 此事无分有缘你知的傲秘 看故事亦转回唱荡漆 怎能忘记笑与泪我跟着你 十字路如何供天命对到 我们很快就在鲨鱼石那里拍了一些照片 我们就开始走 开始走了 最辛苦的一段路就是走这个竹林 这个竹林是平坦的 但是我们越走越斜的 斜到很斜 一路向上走是 今天全程是较为最辛苦的那段 我们很快很开心 也都走回落山了 完成我们今天这个很开心的旅程 我们现在下山了 我愿陪着你 脚又留下你 我用残酷最奇特方式对你 痛在无恋你 竟非你更悲 两个世界讨斥一又更低 我再逃避你 也再维护你 此事无分有缘你知的傲秘 看故事亦转回唱荡漆